嗨,欢迎收看日语加油中,我叫马洪志们,大家好。今天我介绍一下一个日本的就是小学校的一个情况。小学校是日本语叫小学校,然后这些照片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提供的一个素材。 这个是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就是学生的一个包,书包是日本语叫ランドセル,ランドセル是一般是可以是ランドセルをセオ,セオ,就是一个动词ですね。 一般是小学校是就是自己的这个书包放到一个规定的地方里放,这个我也是有时,我的小时候也是这样子了,然后现在有就是电脑,也大家都看,这个是,但是这个电脑是一般是学校提供的一个电脑, 所以一般是就是小学生是不能带手机啊,什么什么的,嗯,所以就是这个电脑是只有学校的东西,嗯,学校のパソコンです。 学校のパソコンです。 嗯,然后,嗯,他们是用电脑来去外面,嗯,嗯,嗯,但是其实这个电脑是应该是iPad种类吧,对,因为就是,这种电脑的话很重,对。 日本语也是可以说iPad,但是iPad的这个种类是可以叫tablet,tablet,嗯,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植物有观察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上课吧,嗯,所以日本语可以说植物观察,植物观察,嗯,观察,就是一个算是观察,嗯,植物观察,嗯,所以就是, 就是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视频里,哎,图片里可以看到是大家都戴口罩,因为这个疫情期间,还是学校是必须得戴口罩来上课的,嗯,有点学生麻烦一点的啊,所以就是,就是用tablet来可以看看,嗯,它的植物是什么样的,嗯, 这个以后可以看这个是,嗯,有一些学校的话用这个tablet里有AR的一个那个功能,然后就可以看看是什么样的植物或者什么什么的,有可能是,嗯,嗯,当然是一直看也不太好,所以就是大家都看就是跟老师一起去,嗯, 嗯,这种集团行为,嗯,这种集团行为,这个是手段行动,手段行动,还是这个手段行动是在日本的小学校经常会出现,嗯,我也就是,就是回念感觉,对,有有有,就是每个上课如果去场外,肯定,那个,跟老师一起去,或者一个班, 然后一起去场外,就是,就是,国外活动了,嗯,这是手段行动,手段行动是名字,所以手段行动をする就可以了,嗯,所以子供たちは手段行动をしています,子供たちは手段行動をしています,子供たちは手段行動をしています,子供たちは手段行动をしています,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休息,休息, 休息是提供中午饭的意思 休息の時間 休息の時間 一般休息是小学生的 有一些人负责 就是準備这些了 就是这个负责是每周 或者一个月或者几个月 就换一次 然后就是负责的人 是到一个时间去就是 吃饭的地方 然后拿一下工具 然后就这样摆一下 这个是大概三四个人是复杂的 就是休息の時間 然后这个是复杂的人 日本语可以称 担当 所以休息の担当 休息の担当 或者休息の当番 休息の当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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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了之后的盘子什么的 也是就是复杂的人 把它收走 收到边来 收走到原来的地方了 然后就是桌子什么的 也是可以挪一下 但是桌子是一般 你可以看到下边有一个 就是轮车的 对 所以就不是特别重 不是重 就是一个推而已 对 所以可以说 这些东西是一种小学小的 那一些 这个是应该 一年级二年 二三年级吧 一到三年级的感觉 嗯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行为吧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聊天室